進階 進階裡面的話 各位看一下 1、2、3 就是104年捐款明細這個範例 你們可以把這個範例下載下來 試試看好了 我想這個其實 理論上以前都用資料庫來解 因為把它全部匯下資料庫 在資料庫裡面弄 可是 現在很多時候 你手邊也沒有SS資料庫的 這些軟體 所以 大部分還是希望能夠在 Excel裡面處理 可是問題 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最重要就是貼過來 修改一下 改一下這個邏輯 就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之後的話 OK 把這個放來 當然最後你自己做一個清除的按鈕 清除 然後按一個按鈕 它就 全部通通都把它匯集過來 OK 全部都匯到總標裡面 那這邊的話呢 大概 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會有三種邏輯 一個邏輯什麼 可能有資料一筆的 一個可能沒有資料的 一個可能有兩筆資料或三筆以上的資料 所以會有三種邏輯 那我在哪邊去做變更呢 其實我主要是在這邊做變更 就是在 第2跟第3 第3的話是 本來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本來第3是這樣子 那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一負 在這邊的話有一個一負 再Als一負 再Als 就有三種 一負 如果 A3 A3 裡面是空的話 那表示什麼 空字串 表示什麼 沒資料 沒資料 怎麼表示呢 就A3裡面沒有資料 那表示那一筆應該是空的 對不對 這樣最簡單判斷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就 GoTo 我這邊有個GoTo的敘述 所以GoTo的意思是說 那後面就不要做了 不要做的話呢 怎麼辦呢 程式 要能夠直接跳到NAS 跳到哪裡 跳到NAS 的 這個地方 後面都不要跑 那可是問題 VBA裡面呢 如果說你希望他跳過不要做下面的動作的話 那我這邊有個標籤 叫NoData 那這個NoData名稱是我自己取的 那你就直接在這邊加在一個什麼 NoData 冒號 他就會怎樣 程式就幫你跑到那邊 就NAS OK 比如你跑二月 他就會NoData 跳過去了 OK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如果說一筆記錄的話 那一筆記錄怎麼表 怎麼知道說只有一筆記錄 那我在這上面先去偵測 Ctrl向下 這個應該我想在 這個 這個入門班裡面有講蠻多的 主要是利用什麼原理 就是 直接從A2 偵測Ctrl向下 這邊會是3 有沒有 回來給我告訴 那這個敘述的話呢 在VBA裡面怎麼寫 就這一行 Range A2 按Ctrl向下 他就會取得他現在在第幾列 那如果他等於3的話 等於R等於3 表示說 只有一筆資料 如果等於4的話 那兩筆資料 等於5的話 那就3筆記錄 應該懂的意思吧 Ctrl向下去追蹤 所以如果是等於3的話 那就Ctrl向右選取就好了 不要再向下選取 因為向下選取的話 他沒有下面的東西 就會多選很多空白的東西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 Ls就是說 除此以外的 那不是沒資料 不是一筆 那就是多筆了嘛 多筆有多少筆 不知道 反正就是多少筆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 複製 切到總表貼上 那本來我們是這邊有一行 Ctrl向下對不對 可是Ctrl向下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 像1月份就這一筆 如果一筆的話 比如說像這邊的話 Ctrl C 如果我把這一筆貼到總表裡面 會怎麼樣呢 Ctrl C 我先把它刪掉 比如說貼到總表裡面的A2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沒複製到 這邊 Ctrl C 複製 然後再到總表 把它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我們本來是 Ctrl向下 10485 其實完蛋了 所以 這個地方 不能夠用Ctrl向 除非說你會有兩筆以上的記錄 他才會跑到那個 因為他只有一筆 A筆往下 完蛋了 跑到最下面去了 所以呢 這裡 我就又做了修改 什麼修改呢 就是不要用這個 而是用什麼 Offset 那Offset 乾脆直接 Offset 如果說你只有 什麼呢 只有 一 一列的話 那意思是說 當R 等於3的時候 減2 那不就是等於1嗎 就 Offset 一列 但是如果你有兩筆 就是 4 4減2 那就Offset 兩個 如果你有三筆 Offset 就三個 有沒有 所以這邊 我用R R就是這邊來減 減2 然後往下 OK 然後這樣跑跑跑跑 就跑完了 應該懂我在說什麼 其實也是從 上一題的延伸 只是好像多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 處理 三種邏輯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不要直接 砍作向下 而是用 Offset 這邊 用R 減掉2 來取代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工作表整個按下去 這個舊的資料 當然要有一個 清楚 我這邊沒有做清楚 按下去 全部都跑完了 當然有同學想說 老師那你這樣會閃來閃去 不好看 你也會不要讓它閃 因為這樣閃感覺 好像 不太舒服 這樣眼睛會不太舒服 那怎麼辦呢 其實沒有 如果你不想它閃的話 也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在 頭的地方 加一行 叫做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 Excel本身 點 它也叫Scream Sr Screen 打開它 Sc 這個屬性 這個屬性 Screen Updating 顧名思義 等於 False False 等一下畫面更新 就不要去做了 等到最後結束之後 記得要做什麼 頭 尾 尾巴 記得喔 再補一行 等於什麼 True 這有點像開關有沒有 當 你不要更新的時候 先關掉 當你要更新了 因為最後你不 如果你沒有把它改成True的話 那以後的畫面再也不更新了 你會覺得怪怪的 奇怪本來有些細節 奇怪怎麼都不見了 好 我們來試一下喔 如果我把這個地方 加上一個Application 點 Updating 記得其實以後 建議你可以把這個 Application的這個 物件 恐怕 該背的還是要背 因為這個太重要了 有些物件名稱像什麼 Application 最大的 再來像什麼 Shits 有沒有 像 Range 像Sales 像Rose 像Colens 這些 有沒有就是 組成我們Excel裡面的基本的元件的這些物件名稱 我想這些都該記下來 好OK 那你試一下 如果這個時候把Updating關掉的話 再試一下 剛剛會閃動對不對 先按下去會不會閃動 完全不閃 而且 跟各位講一個 這個效率 我試過 如果像有些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它有一直閃一直閃 我把它關掉之後 速度 還倍增 因為它閃動的時候 其實 你的那個電腦的CPU也要運算 所以你把那個運算關掉之後 速度會快很多 所以這個也是 額外 的一個 額外的一個效益 就是你把這個 關掉之後的話 其實它的那個 執行的速度 大概會快 快多少不見得 一定 但是我之前試過